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家好 我是郑明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收看金融漫洞的节目 好 那今天指数是开低之后 今天指数有上来 那早上的时候指数跌比较多 那到收盘的时候 今天指数是小跌做收 好 看到今天早上跌比较多 不过今天开盘就最低点了 好 然后指数上来以后呢 那就在低档这边震荡 好 那么收盘指数是跌了10点 那小跌做收 今天收10301点 好 那933亿的成交量 那么今天的话量 事实上说起来应该是增加一些 好 因为昨天如果扣掉尾盘 那个700多亿的大量 好 那如果扣掉那一笔的话 其实今天盘中的量是稍微多一点点 好 不过重点就是说 那今天指数开低以后上来 那当然个股还是要提醒一个重点 其实资金往哪里走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从贸易战到现在 那我一直提醒大家一个观念 好 事情有人受惠 有人受害就有人受惠 那再来我们操作股票一定是 好 就可以赚钱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那其实股票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 就是以赚钱为最大原则吧 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很多也没有用 好 重点就是说 你该赚的时候要赚 那再来资金往哪里 对不对 现在的方向在哪里 对不对 可以赚钱的话 你当然就是往可以赚钱的方向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好 因为事实上来讲 盘面是一千多档股票 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吗 对不对 有人受害就有人受惠 每个人情况也不同 内需当然比较不受影响 那内需里面也有人受惠 对不对 所以资产营建 对 受惠就最大 所以这个也不是讲一两天了 那事实也是这样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资金回来 而且是非常清楚 而且这还不是说一个短期的趋势而已 是持续再回来 那所以资金回来当然就有人受惠嘛 那事实上有些股票真的也还不错 应该说之前有一些低过的股票 那当然就一口气 对不对 大富贵 对不对 因为有些股票本来该涨没有涨嘛 那现在受惠有打 对 所以今天指数你看这几天 那指数震荡震荡 其实今天早上指数是创近期的新低 那创低之后拉起来 不过有的股票一样说创行高嘛 还是一样持续涨 所以重点就把握新的机会 对不对 这是在实际嘛 我觉得讲再多都没有用嘛 重点就是实际赚钱嘛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什么时候买 对 买什么股票 然后再来怎么操作 这个才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嘛 这礼拜五 那就是24号 礼拜五的育龙 那礼拜五的育龙 对 他也还没有创新高 也没有拉回 对 我说你要买 那我也带你买 那会创新高 这一定要创新高的 对 势必会大涨 你在这里买好的话 其实你就很容易赚嘛 对啊 那确实也就是应该要涨 本来就会涨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三嘛 这礼拜才三天嘛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都很强 对不对 这几天指数也不是天天涨 其实今天涨的指数还创近期行低 但是育龙一样就是每天都很强 对不对 每天创新高 礼拜一上去的时候已经涨停 礼拜二也创新高 那今天礼拜三一样创新高 对不对 是不是每天涨 所以你没有发现你换个角度 其实很容易赚钱 因为股票就是很实际的嘛 那反正就是 可以赚钱的地方你要把握嘛 对 就赶快来赚钱 好 这是礼拜五的时候玉龙 那我说第二季 夜外 夜外入账1.66 那1.66对一个21块的股票来说 那当然是很补啊 股价只有21块入账就已经1.66了 那当然是很补啊 而且本益也是赚钱的啊 而且本益也是赚钱的啊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要赚 那第一季的净值就已经46.6元 就已经46块6毛钱了 那玉龙成500亿的总销 那所以开发利益都还没有算进去 所以现在看到46.6元 股价才21块钱的时候 那个本境比已经非常低啊 那重点是第二季还要入账 对不对 而且 这开发利益也没算进去啊 那开发利益还没有算进去 净值就已经46块多了 对 所以我说一定会涨 那当然你买好就直接来赚钱 对 这礼拜到今天礼拜三 是不是每一天你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 我们好想看 来 礼拜一的时候来 礼拜五买好 礼拜一是不是 有没有 亮灯涨停 是不是越走越高之后 涨停锁住 对不对 涨停锁住 有没有 你买好离锁之后 第二天就涨停 有没有 现赚一根涨停 对不对 足足一根涨停 对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那当然有些资金可以买得多嘛 因为它也有量有价 它本来就是你可以随便要几百张 都没问题的啊 那你随便买随便赚 是不是 所以我说 盘面上面指数上上下下 但重点是资金在哪 重点是你跟谁做 对不对 你买什么股票 对不对 你买玉笼你一样可以赚哪钱 而且你是买好之后 第二天就给你一根涨停 对不对 你买好之后第二天 就现赚一根涨停 对不对 足足一根涨停 而且还是你要买多少 就有多少的 我常讲就是 有些朋友你前面可能 没有赚到 或者是你前面有一些 小套牢等等之类的 因为这波下来 很多朋友难免手上有一些股票 那不管你那些 你怎么弄 但重点就是你可以先赚的 你一样赚嘛 你可以先赚钱的 你当然可以先赚啊 对不对 你一样可以马上赚嘛 对不对 礼拜五代你买好 礼拜一就涨停 对不对 礼拜一亮灯涨停 那所以礼拜二一样创新高 礼拜一玉笼创新高啊 对不对 礼拜二创新高之后 今天礼拜三 对不对 今天一样才创新高 有吗 今天一样再创新高嘛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继续涨 所以这礼拜三天是不是每天都 对不对 每天都非常强 涨停板创新高创新高 对啊 所以我就说 镜子已经46块多了 那还没有把开发利益算进去 那开发利益早晚就是要算进去的 因为就已经动工了 但商业序已经动工了嘛 对不对 住在去已经拿到执照了 所以那个就是已经一定要做了 这都已经盖下去了 对不对 那将来势必是 这开发利益是一定要进来的 那当然一定要进来啦 而且你也知道那成本就超低啊 所以这一定会打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 法人都是现在保险来买 对不对 资金现在都开始中啊 资金开始都开始移动啊 对不对 我就说 从之前有一些疑虑的 转出来这些资金非常大 这些资金出来以后 这些被低估的股票 都绝对会大涨 都绝对会大涨啊 那这个幅度也是够大啊 因为你单单到净值 你开始要多少 对单单到净值 这就是净值46块 股价20几块 第二季还有一块多 的业外要入账 对不对 后面的开发利益 那也是笃定要进来 所以这一定会打涨嘛 那你跟着不是很轻松赚钱 你何必在其他的那些股票 到脚来脚去 我并不是说不好或是怎么样 而是说 你有更轻松可以赚钱的方法吗 你是不是就明明买好之后 礼拜五买好之后就可以轻松赚 礼拜一涨停吧 礼拜二创新高吧 今天又创新高嘛 对不对 非常非常强嘛 法人还买不停 好啦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反正资金一直在转 那后面还会越来越多 还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就想说 营建资产是 那是涨得有道理 那也不是胡乱涨 因为本来就低估嘛 那本来就低估啊 对 我们营建里面很多 获利好的 对 本益比低 本益比低然后殖利率又高的 其实很多 那本来本益比低 殖利率又高 这就没有这个道理 对 本来就没这个道理 那之前就已经过度低估啊 那现在资金回来之后 要买房子嘛 对 要买厂半嘛 这些东西非买不可嘛 你总不会回来没地方住嘛 而且回来的其实那边 把那边的厂卖掉 都是赚很多耶 那回来都赚很多耶 还有的是举家签回来的 整个家族回来 所以那当然就会 后面需求就更强啊 因为这是多的资金嘛 对不对 这是之前没有 现在多的资金啊 那这个资金还不是小资金 而且它还在持续增加 它还越来越多 对 它还持续在增加 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啊 那这个趋势下面当然 银建股有一些 本来就已经低估的 那当然要复活啊 对不对 它至少回到合理的本益比 那就一大段了 那更不要说算成长性 那算成长性上去更多 所以就会一路长 所以灌得强啊 灌得当然强啊 灌得当然强啊 它的获利非常好啊 而且还不是只有今年获利好啊 对 明年你要不要算进去 对 对 明年东西都很笃定了 那个也要算进去啊 来 我们看灌得啊 灌得一样非常强啊 你看今年两块 因为2.76元 本益比不到10倍 明年4.15元 现在券商最新的都已经降股了 对不对 就跟你讲 它的能见度非常非常高嘛 未来五年能见度超高 那后面算4.15元 你现在股价20几块 那你觉得会怎么走 它当然就会大涨嘛 那合理就要反应嘛 对 你反应到10倍也差多少 这幅度就很多啊 那因为能见度非常高啊 能量确实很高啊 因为地摆在那里就骗不了人了嘛 对 放在那里就骗不了人了啊 那已经动工了 已经看到了吧 那个也骗不了人啊 对 所以能见度非常高啊 而且能量又大 来贯的信仪200亿总销 好啦 这是台北市的精华区啊 信仪区你要找到这么大的 大概也没有了啦 大概也没有啦 那台商回来 首选的就是这种嘛 对不对 首选就是这种嘛 偏偏信仪区里面还没几个 信仪区里面少数有这么大的 就这一个嘛 200亿总销很大耶 没有非常大耶 这个获利贡献是很高的耶 而且还不是只有这一个 来A19捷运购购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月底了 A19集结 对 机场捷运站 机场捷运站在桃园体育馆那里嘛 那捷运购购啊 就你下楼就是捷运了 下楼就是集结嘛 那旁边就是环球购物中心 对不对 这个马上要推了 对 A19 那个是大安量 这个也是摆在那里了 这都跑不掉的啊 对不对 都已经很清楚的嘛 所以说能界度超高啊 还有中和的大阳岸 对不对 中和双北 对不对 大阳岸一万坪喔 这一万坪是双结运站喔 是双结运站喔 所以你说在双北 可以在新北市里面 双结运站的好不好卖 好不好卖嘛 对不对 而且一万坪的 一万坪的东西 所以我跟你讲 这都很清楚的嘛 那地已经在那里了 对不对 刚开工的都已经在做了 这个也很清楚啊 对不对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嘛 对不对 年终取得执照 所以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东西啊 那双结运站就更好卖 对不对 你看那个能界度超高 所以人家为什么估4.1 那个4.1 把人算是保守的估法 估起来都要4块多啊 那后面你看看 后面未来五年都很笃定 东西都很清楚嘛 还有一个三重 对不对 这也是新本市 对不对 三重的太子汽车 对不对 太子汽车以前那一块 那一块也是非常大 这是100亿总销 有没有 这些后面全部都要 陆陆续续进来 这个已经在卖了 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已经拿到执照 对不对 这个也是 有没有 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这都很清楚啊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能见度很高嘛 那法人通常都是用最保守的算法啦 算一算明年也4块多 明年也4块多 股价20几块涨不涨 那当然涨嘛 而且不是一年好而已耶 每一年都好耶 后面连续好几年都很好耶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对不对 法人资金往哪里走 那人家也是精打细转的啊 对不对 人家也知道你看 本益比本来就超低嘛 成长性都没有给它算进去嘛 那你如果要反映后面的10倍本益比 你看多少 那而且是每一年都这么好耶 那地就摆在那里了啊 对不对 案子开开工的 该做的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而且都捷运站 不是基捷就双捷运 那当然强嘛 所以这股票就一定会飙的啊 那你又何必一定要在波动的股票上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股票是最现实的东西啊 是最实际的东西啊 股票就只有输赢而已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只有输赢而已 对不对 你就是要赚钱 那你要赚钱当然就更好嘛 所以我就讲嘛 对不对 你礼拜五买的玉龙每一个都赚 礼拜五你跟我一起买 每一个都赚 每一个都赚 贯得也一样会再创新高 你一样可以大赚 所以就把握新的机会了 那这还是最重要的啊 反正把握新的机会 一起来赚大钱啊 还没有跟上朋友 记得一定要把握 当然你如果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是你还不晓得怎么开始的 你可以试试看啊 因为我们短天期现在 对不对 现在是破例开放短天期嘛 所以短天期你可以先试试啊 你就先赚再讲啊 你不要人家一路飙上去 你一张都没有啊 所以我就说你短天期先试试再说嘛 好啦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 那当然有问题记得 我们短天期欢迎大家一起来 这重点就是让你先上车 让你直接先转 对 才不会说 一个飙上去以后你什么都没有 反正一定要把握啊 你短天期对你又没有负担嘛 对不对 第一个费用非常低嘛 对不对 时间你就先不用长嘛 反正先转前再说啊 最重要是新的飙股一定要把握 好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聊 再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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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这个效应反正会一直扩散 因为真的出来资金非常多 那资金现在都往新的走 那当然这个营件资产还会一直扩散 这真的一直扩散 因为反而之前持股也太低 对不对 持股都还不够 那话说回来很多 本益比低值利率又高 然后再来能见度又高 对不对 所以就像华库其实 那今年就是30年来最大的交屋期 好 那今年的话 讲实在话 白话一点讲就是现金的回收期 对啊 这公司自己也这么看 因为今年其实有很多案子 今年下半年要集中入账 对不对 第二季就开始了 第三季更多 第四季完全爆发 就整个大爆发 好 所以你看看这个效应会一直扩散 就会一直扩散 对啊 营件资产就一档接一档 对不对 一档上来之后另外再接一档 一档带一档 一档带一档 会越来越扩散 那华库怎么讲今年是12块 今年是12块嘛 那第二季就开始获利好 第三季更好 第四季就不得了 那非常非常强 对不对 今年就是大丰收 它就是大丰收啊 而且还不是只有今年好啊 明年也一样好啊 因为那东西就很笃定了嘛 未来五年 有没有 一百亿 对不对 那个跑不掉的啊 每年一百亿以上 这个是至少 对啊 所以其实 华库这三个东西加起来 现在已经是一百多亿了 对不对 单单这里已经卖掉 就已经一百六十几亿了 对不对 以前 它一年营收一百一十几亿的时候 就已经赚了快九块钱 一百一十几而已 现在那三个案子就一百六十亿了 这三个就一百六 这个马上六七八月就开始入账 对不对 单单是这个一百六十亿 一片十就够高 对不对 还要加上后面的 还要加上后面的啊 年底常办也交物嘛 年底常办也要交嘛 所以这非常强嘛 一片十二十块钱 然后明年又更好 对不对 补价八十几块 十倍都不到 所以我跟你讲 那个钱会越来越进去 会越来越多 会一档接一档 对 会一档接一档 所以反正也开始偷买嘛 也开始偷偷买啊 因为又不是只有今年好 对 明年也一样强 长虹也是一样啊 长虹今年也是十二块嘛 对不对 今年十二块 来 第二季第三季 这里就要入账 对 第一季也三块多 对 全年十二块嘛 那未来五六年每一年 对不对 至少加起来 都有七八百以上 都有七八百以上嘛 所以就讲说 这殖利率也超高啊 人家配七块钱啊 也配七块钱啊 那股价也才多少 那股价也才多少而已 配七块钱啊 那个殖利率法人也要买 他也一样要买啊 所以我就说现在很多 那个会越来越扩散了 会越来越扩散了 他就会一档接一档啊 对不对 一档接一档开始起涨 那一档接一档开始起涨了 好了 大家都没有持股 法人都很有持股啊 那持股都非常少啊 对不对 所以就涨不停了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第一个 不受贸易战影响 这个没有错嘛 对不对 还根本就受贿嘛 这个也没有错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到那些 已经卖掉了 都已经摆在那里了 像华库就是这样啊 那几个案子热幕卖九成 那事实就这样啊 那在哪里大家也看得到嘛 你在台北你都看得到啊 那个就已经盖好在那边了 对不对 然后九成 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那确实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再来其他也一样嘛 民住也卖九成啊 对不对 那个也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 那个也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那六七月开始交物啊 那那个数字就是一记比几强 一记比几强 对不对 又很基优 那两家都很基优啦 都算是非常基优的公司啊 所以他们也卖得好啊 对不对 尤其像他们的 厂红跟华库都一样啊 他们两个的厂办都是卖很快啊 他们两个厂办都卖很快啊 都卖非常快啊 对不对 那住宅也不用讲啊 华库那三个案子 两个是台北市嘛 那两个台北市都九成以上 对不对 都买快买完了 都已经快要卖完了 然后后面还有新案 所以我就讲说那东西都很确定啊 因为获利都很好啊 对不对 都是12块钱左右的获利 然后股价八十几 对不对 你看会不会涨 所以现在法人在偷买就是这道理嘛 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他 不一定会每天涨停啊 但是就是会直见上去啊 会一路开始往上之后 对不对 反映到10倍是正常 那个叫做至少 反映到10倍之后 你还要加上未来的成长性 对不对 还要加上现在资金 对不对 内需最不受影响 内需里面赢建资产受惠 所以我跟你讲 股票只有输赢啊 反正 对不对 每一段时间当然 对不对 你就跟好就好 你跟好以后就直接赚钱 要不然玉龙不是就这样 所以我就讲说 来 你可以先试试啊 你可以用短天期先试试嘛 对不对 你短天期试试 新的主流你不知道怎么买的没关系啊 对不对 你用短天期 你就可以直接跟上来 因为第一个这你负担就很小嘛 这几乎没什么负担啊 因为门槛就非常低嘛 重点新主流你不会错过嘛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 灌得真的反映到这个 对不对 四块的EPS 要反映到十倍 然后或者是 反映到更高的时候 你才发现那准断都没有 那就可惜啦 所以我说最好的方法 你就先试试再说嘛 那短天期反正也没负担 短天期就真的没负担啊 那反正都超低的嘛 那费用就真的是很低啊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直接跟上新主流 对不对 你才不会说 我这效应如果越来越扩散 一档都没有你怎么办 你差的就多了 那重点差多还不打紧啊 重点是你可以直接赚钱的 没赚才可惜 所以我就说更好嘛 来短天期 好 反正时间就不用长 那时间不长当然费用就很低嘛 费用就很低但也不重点啊 重点就跟上新东西嘛 对不对 跟上新主流一起来赚钱嘛 育龙也是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的 礼拜五你买好之后礼拜一涨 你是不是你的 百分之百是你的啊 礼拜二创新高 今天继续大涨 对不对 后面还要继续涨 所以我就说你要更好嘛 你看这样来回差多少 重点是反正短天期你没负担 那是真的没负担啊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那费用很低 我真的觉得那层子超低的 不过没有关系啊 反正你先试试 总之先赚钱嘛 因为新主流来说就怕这样子啊 就怕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嘛 那开始当然让你负担越低越好 所以短天期来赶快跟上来 反正对不对 不要新的股票找上去都没有就可惜了 重点是直接带你来赚钱 所以短天期发财班记得要更好 那还没有跟上的朋友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现在打来 当然就现在打来啦 讲实话就是这样嘛 现在打来直接跟上来啊 反正我刚刚已经讲了 费用我也不想说 反正就是很低就对了 反正你直接跟上来 就新的标股 对不对 新的主流股 对不对 新要喷出的股票 重点是可以马上赚股票 所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那也祝大家操作胜利 短天期记得一定要把握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等一下就会有电话 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了